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里面还有一些的 比如说水上飞人 水上飞人 你知道水上飞人是什么项目吗 水上飞吗 对 还真有这种项目 对 那个是280一个人 今天谢谢庆宗请客 无客气 谢谢您请客 蓝牧祖请客 蓝牧祖请客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那我们这一趟的 哪里最好玩行程呢 就是要给大家制定一个 非常非常一条精品线路 大家就可以跟着我们的线路 来西海游玩 那金口只是我们的第一站 第一站我们去享受这个 金口刺激又浪漫的水世界去吧 还等什么呢 走吧 好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 第一个项目 我们要体验的是什么呢 来 我们先认识一下 我们的教练 你好 教练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蓝牧祖的话 他的话动力是比较足的 那他速度比较快 可以玩飘移 水上飘移 水上飘移啊 哦 这个厉害了 那像我们这个 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人 可以就学会吗 嗯 学飘移的话 没有几年功夫 你就学不会了 没有几年 我可以水下飘移 不是飘移 我们就正常让学会开 正常开的话是简单的 简单是吧 那今天我们是要来一个挑战吗 这第一关 水上摩托艇的话 可以取来挑战 等一下我会 不是零基础啊 这个没事 没问题啊 等一下我会 不是零基础啊 零基础没事的 没事的啊 没事的 完全没问题 教练很自信 可以 来 教练 摩托艇比拼规则 好玩陈二人 去各自在 不有浮标障碍的赛道上 行驶 两个来回 从起点出发 以S型绕过浮标后 再直线返回 算跑完全程 用时最短 视为获胜 好 我们俩呢 小孩先来 嗯 你知道线路吧 就直直往前冲呗 再回来呗 等我看看 谁的用时短 那谁就获胜 好不好 但是线路要正确 是什么线路来着 教练肯定知道 教练肯定知道 来 准备 小孩 加油 有点小小的紧张 教练还在上面啊 教练可以下来了 下去了 他比较靠不了岸子 后边回不来了 Go 快加油 小孩 加油 小孩 加油 小孩 好好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时间多少啊 不可能 这就是实打实的 我不相信 精确到毫秒 一定是给我多加了30秒 2分16秒 19 1毛9 这一轮恭喜小汉 1分45秒获胜 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更多的是享受 还要再多玩几次那种感觉 特别爽 很过瘾 导演 还有什么男的项目放马过来 我们没问题的 对啊 这里还要有个风呢 什么 就是水上飞人 水上飞人 这个听上去好像要 听上去挺猛的样子 得飞呀 飞起来吧 可以啊 那就来吧 谁和谁啊 哇教练太厉害了 太牛太炫耀了 真的太酷了 我们在下面看的已经是木灯口袋 下午都会掉了 是是是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项目叫水上飞人 水上飞人 你玩这个项目这个练了多久啊 三四年了 三四年 就每天在这里翻翻翻转转转 是 就刚才那些这个技巧 我真的是太酷了 它这个最高能够飞到多少米 二十多米 二十多 二十多米 最开始练的时候会摔吗 这个东西都是摔摔 就是摔出来的 跟骑进车一样 所以等会小孩我们就准备好摔吧 没问题 我觉得以我的这个资质 加上老师的这个习性教导 我不会摔呀 我会摔 我觉得我能够翻出我的一片田地 化成了这了 一开始我看教练呢 荡啊荡荡啊荡 跟坐船没什么区别嘛 坐船我都没事 我搞这个会有事吗 所以就想自高分勇去试一下 哇 准备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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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他们修技就看哪儿还借我一身水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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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呀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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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哇 哈哈 哈哈 吓我一跳都吓了我一跳 最故意的教练太棒了 帅 可以站了 可以站了 来 抱手 太太尼克号一样 杰克和柔斯 什么感觉 教练太牛了 快给我击个胆 太帅了 真的很酷 就他抱着我 然后就 各种转 三六七百二五 好晕 接下来看你的了小孩 你们跳下来那段 我倒是可以模仿 来了来了 小孩加油 真是站起来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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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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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我就感觉 自己就像那种 动物纪录条里面的小雏鸟一样 学飞翔的 摔了无数次无数次 但最后终于有一次 真的飞起来了 整个就豁然开朗的感觉 快艇 空中飞人 在风景一人的西海 金头禁区 每立方十五万个 复养离子的上层空气的包围下 好玩团滑奖板做竹牌 与水上运动亲密接触之后 小韩和婷婷又来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 这里又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在等待着他们呢 好了 体验完刺激的水上项目 现在我们来到了 风景美容化的花千谷 这个地方有很多的项目 比如说它有热带风情园 有紫微园 石榴园等等 而且这里面还有十几种的游乐箱 哇 各种看的都是游乐箱吗 对对对 比如说请开商 华操场 这谁定得住啊 这太高了吧 这也 对 因为它这个角度特别抖 这里的就是单张静元的门票 是六十八一个人 如果是套票的话就是一百六十八 我不是花了一百六十八的 套票 对 你这啥都可以玩 对 基本上 那就划起来吧 划起来 划朝比拼游戏规则 好玩团分为两队 需要寻找两名队友 组成三人团 进行山坡划朝比拼 队长排兵布阵 进行一为一对决 划得最远为胜利 三局两胜 你说这这么陡的一个划朝啊 这么刺激的一个项目 它到底是重量大 质量大的人往下划 它的这个惯性会强划得更远 还是说轻一点的人 它的速度更快划得更远呢 那么高到划朝划下来 如果是要划得远的话 应该要找重量重一点的 对不对 这样才能划得远 没有 您好 可以打扰您一下吗 是这样的 我们是江西那里最好玩栏目组的 拍一个电视节目 现在呢我们要做一个游戏 我这个小韩队 要跟那个婷婷队 做一个PK 划朝PK 能不能邀请您加入我的战队呢 还有你们队伍里面只有你最帅吗 你可以选更帅的 也有更帅的 你队伍在哪里 我队伍现在目前就你一个 我队伍现在目前就你一个 还要找一个 我们一块去找的 可以的 好了 现在我跟小韩都分别找到了 自己的队友 马上就要开始正式的比丁了 找了一男一女 肥兽相间队 壮兽相间队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对啊 一定可以超过你们的事 我这边就是两位 哇 精干的大哥 一定没问题 还秀鸡肉呢 秀一下 干得没有 更大 来一遍啊 我为什么找这两位大哥呢 首先他们在这个体型上 而且我在找他们的时候 他们输出了这个滑草的一些 非常精髓的地方 所以我找到他们 哎呦 还是老兵 我这两位呢 田纪赛马嘛 陶约祖一直说还整齐文艺 可能挺有文化 我就想先来一个重量阶段 给你们评一下 再来一个清量阶段 那你们队 反正你们同好呢 花花队队 像花一样 灿烂 灿棒 我们这边是力量队 力量力量 华德 藏亮 好 现在我们要开始第一棒了 第一棒是谁啊 我来吧 我来吧 好 第一轮啊 田纪赛马我觉得他会派两位男士 他可能就自己没有什么信心 所以我觉得他会派男士出来 我们就四两拨千斤 选好了没有 选好了呀 那就第一棒的往前走一步好不好 好 三 三 二 一 我们赢定了 你已经掉下了我的陷阱了女人 好好好 来吧 请各自上场 好 倒计时 三 二 一 啊 哇 明星我们快很多呀 你说我们啊 耶 力量队 先赢下一城 田纪赛马嘛 第二棒的门快选 第二棒 大哥上 第二棒 我这也大哥上 大哥您应该看出来了 我们再下一场很大的起 田纪赛马的三步 第一步 当年田纪也是输的 哈哈哈哈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了 来 准备 三 二 一 好 三 大公 好 明星他们那一队 太快了 好了 最后一棒 就看我们俩来啦 小孩 安心的准备 是失败的果实吧 身体决战开始了 来吧 一块就行了啊 三 二 一 三轮滑草过后 赢的是 花花队 恭喜你们 对不起两位大哥 我拖了后队 奖励 奖励待会必须得有 奖励就是 让你们玩变花千虎 可以 那太爽了 据说还有一个 非常厉害的超级凤凤床 最后我们要去 这里是卢山滑海 给你的假期增添一抹色彩 对啦 一定要过来玩一玩 感受一下花千虎的浪漫 假日去哪里 就来西海花千虎 以前我也体验过滑草 但是这一次 花千虎的滑草 就特别刺激 因为它拖度很高又很陡 不由自主地会喊出声来 然后滑下去 但是整个过程 还是很刺激的 草坪呢 它是设计得很贴心 很安全的 所以滑下来很快很稳 迎风奔跑的感觉 这个风打在脸上 带了点花香 很浪漫的 很爽 太好玩了 现在我们睡在 另外一个项目馆 叫做超级凤凤床 有什么 完全停不下来 有小孩 有没有觉得整个人飞起来 有没有觉得整个人飞起来 对的 但我觉得这么好的地方 我们可应该来一个比试 不想要这样 有谁敢印证 谁敢来 怎么说 看我的这个小哥 敢不敢 不敢 那就是这位大哥了 你过来啊 怎么说 他们都不硬着 这么尴尬吗 那就是你 你来 要找一组输一位吧 可以 这会给你们一点 给你们一个机会 不要再输了 上某微博之后吧 找准自己的定位啊 来 不要紧张 怎么说 那接下来 我们怎么怎么比 就是比投篮吧 投篮 你看你就不行 确定要比投篮 我可是好玩 一团刘川峰啊 你知不知道 啥啥的 灌篮对抗赛 游戏规则 主持人和导演组 进行2v2对抗赛 在规定的时间内 拿组进球的数量 最多为获胜 好了 现在我们两队已经准备就绪 每一队二十个方块 然后投篮 两分钟的时间计时 很多 对 再给你们一次口号 喊口号的机会 你们什么队 我们好玩团队 我们是拍你队 3 2 1 开始 加油 有了 漂亮 好 好 快啊 女性 好 两个 两个吗 他们有两个 不是 你们 你们赖提的呀 来 来 来 二十倍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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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这 我们是掉下一片都是我们进过的 你看 那近没近谁知道呢 那是可能是近了 我们算总数最后在框里面的数量是吧 对 你进不进吗 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 导演数六个 然后判断的话算头进去了是十个 不对吧 简简单单 我们不可能六个吧 起码在里面的都有三个了 好玩团十个 经历完花千古好玩自己的娱乐项目后 好玩团收到了新的任务 婷婷去西海99米高玻璃观光塔打卡 而小韩到吴王谷景区坐视 这么有诗意的任务 他们能顺利完成吗 浏览完了花千古景区呢 我们发现 庐山西海的美景啊 圣地啊 远不止于此 那我呢到了一个一看就很有文化底蕴的地方 叫吴王谷 是吗 那是吴王谷的老师 王老师 这个吴王谷是发生在东汉末年 就是东吴的大将 尊瑟和周语 这有名的 攻打过这个荆州和晚城 打赢仗之后 在回去休息的路上 被这种优美的琴声吸引 后来他们美好的爱情故事在这发生了 哦那谁弹的琴呢 大乔小乔 哎呦呦 历史上著名的美人 哦那这里面都有什么特别能信任的一些历史故事 里面有很多当年留下来的遗迹或者说后人 加上去的一些诗词来的一些评价 比如说去水流伤啊 还有这个摇吃圣景 我的任务呢 是要写一首跟爱情有关的诗词 我听说您也是爱山水和诗词之人 那不妨今天您带我多指教指教 可以啊 挺好 好 走 这叫杜月桥 杜月桥 对 当时就是孙孙和周瑜七八成这走过的时候 忽然听到优美的琴声吸引 寻声而去 看到两个女子在那间 所以这个爱情故事发生了起点 相遇 对 戏后的地方 对 这个桥叫一线千桥 是当时主要是周瑜和小桥 在这里从这里走很危险 两个人要手牵手 所以说情侣过来啊 就感觉可以走这个桥一块 两个人手牵的手 这叫顺心桥 其实就是他们这个未来的爱情和生活 顺心如意 是一个吉祥 吉祥的一个祝福啊 是是顺心 这个地方是叫鸳鸯石 鸳鸯石 一大一小 当时就是周瑜或者小桥 或者孙子和大桥 经常坐在这里谈天说地的一个地方 所以后人命中于鸳鸯石 鸳鸯石 后人也留下诗词 作为对这一个赞叹 王老师 这块像一个石镇呢 对 石林 看着是乱石 布局在这个地方 实际这个地方 它叫山蒙海市 这就是大桥桥和周瑜 孙策经常在这里 故族中堂地 在这里留下了他们很多 爱情的饰演 这个真美啊 飞流之下三千尺 还是那种 涓涓细流的 对 涓涓细流 它不够文雅 很文雅 观众朋友们 这首诗送给吴王谷 以及所有热爱山水和历史 以及好诗好文的朋友们 秦绕渡月 声声慢 预客麒麟 腰带红 不见春生 童雀锁 只见鸳鸯 情动开 我们打个分 百分之 能打多少分 八十八分 八十八分 吉利 所以这趟的旅行是特别有意境的 虽然之道不是很大 虽然一个都要熟 但感觉身心痛痛 那不知道婷婷那边怎么样了啊 哎 完成了 我把这个媒体好心情带回家了 谢谢老师 吴王谷这个景区呢 它的自然风光很好 而且它还多了一段 我们很熟悉的古代名人的爱情故事 虽然是相传 但是非常浪漫 现在就要去打卡最美玻璃塔啦 上岛的话 是 如果是坐游轮是155一个人 这还在景色 很美啊 我上次游泳的感觉 太赞了 到达新一海之星啦 现在我们上次啊 据说是有90红红 现在我们上次啊 现在我们上次啊 据说是有90红红 好长的啊 好多人在拍照 看脚像 看脚像 太阳光打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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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算眼睛皱了 我也觉得是笑你醉 每十月十年之后 你在我的 太阳光打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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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站在那 下阳光打在上面 我们下阳光打在上面 打卡成功 打得上 金石德 来 因为它是在整个西海的岛中央 然后你站在这个玻璃观光塔上 你可以俯瞰到整个西海的景色 非常非常美 哇 这一天的行程下来 累 但是很开心 快乐着 尤其是现在又有美食在前 哇 就整个房间都是这个美食的香气 闻着这个香味 我们来回顾一下金石德的行程 我们一开始 是到了金口水世界 做了一会弄潮儿 是吧 失声了 失声了 很爽 对 第二站咱们去的是花旗鼓 赏花 赏月 赏秋香的感觉 很浪漫 滑草 很刺激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冰分两度 哎 你去的是五王谷 五王谷 那是一个充满文化气息 诗情画意的山水画卷 你是五典的浪漫 我真的是一种现代的浪漫 我去的是司马景区的一个西海之西 玻璃观光塔 在岛中央 然后九十九米 然后是全玻璃的 可以望见整个西海的美景 非常壮观 我们都说美景与美食不可辜负 对吧 这边呢就是咱们的大厨 这几道菜就出自于他的手 欢迎欢迎欢迎 来大厨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几道菜好吗 好的好的 这道菜呢 是我们的一个 结合自己的一个特色 结合外地一个特色 做的一个一品老鹅宝 一品老鹅宝 来来来 尝一下 酸盖上就很紧实 但是肉呢又很酥赖 颜色看上去不是特别的深 那种酱油色 但是很入味 软烂清香 接下来尝尝 咱们这里的鱼 太嫩了吧 肉质要更嫩 而且更鲜美 关键是吃起来是非常的清甜 很干净的感觉 因为我们这个水质是可以养活海里的一个桃花水母的 全江西只有在西海有桃花水母 而且桃花水母是要出水质 它是特别特别严苛 所以为什么本身这个原料要好 做出来就好吃 这里还有一个鱼 这个鱼应该不一样了 这是鱼头 这是我们西海海里的一个熊鱼 熊鱼头 太好喝了 我觉得这一趟的西海之旅我们就是保眼福保口福 对 什么都有 对对对 天上看漆海水上玩西海地上赏西海晚上呢还得用嘴巴品西海带给你全方位的享受 所以说假期的时候一定要来庐山西海 是的 人均一千左右的西海之行 就导致我们今天的这个项目去玩 保证你满意 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让你享受你的独特的假日 是的 那咱们今天的家庭哪里最好玩 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 最后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 江西哪里最好玩 庐山西海最好玩 我觉得庐山西海呢 是一个无论你生活节奏是快还是慢 你都会喜欢的一个地方 可以说我们这次是非常用心的在给大家集中的推荐了一条线路 其实就可以不用再去做其他的筛选了 就完全跟着我们的推荐的这几个项目去玩 就非常非常丰富 也会非常享受 而且一定是让你觉得流连忘返的